国民党寿风乡党部29号举办了桥迁茶会 位在寿风路二段79号的党部新子 一早就有志工和各界人士到场表示祝贺 寿风乡乡党部主委邱坤成 在花林县党部主委张俊以及干部的陪同下 感谢寿风乡亲来到了乡党部 也希望未来寿风乡亲 能够常常给予寿风乡党部更多的指教 29号上午寿风乡党部桥迁之喜 包括主委张俊、先议员徐雪玉、张怀文 赴坤其花林服务处处长陈文青 寿风乡代表会、郑美乡等人 也都到场给予祝贺 花林县党部主委张俊表示 在国民党艰困的时刻 能够在寿风乡找到一处适合与当地相亲交流的地点 未来也希望志工能够给予中国国民党更大的支持 非常感谢我们HU主任委员 还有张怀文、张预言这么用心 在这么短的时间找到这个地点 这个舒适的地点来服务我们寿风的乡亲 现在是我们国民党跌到最谷底的时候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还愿意站在这里支持我们中国国民党 我相信未来只有我们团结一致齐心努力 我们中国国民党一定会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茁壮 寿风乡党部主委邱坤诚并表示 寿风乡党部桥迁至寿风市区 未来与乡亲有更好的交流场所 能够服务更广大的乡亲 原来我们寿风乡党部的位置 是在我们寿风国小旁边 那因为后来没有再继续承出 我们有这个机会牵来寿风的街上 我想离民众是更近的 而且一般的民众来到寿风这个地点办事 他们大概都可以来这边走一走泡个茶 大家聊一聊天 凝聚一下我们这个国民党党员的这个相信力 邱坤诚并表示承担主委 以及党部桥迁的重任 而中国国民党以全新的面貌 继续为寿风乡亲服务 也希望能够获得更多民众的认同 记者林姐寿风乡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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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旅党